生命电视台LiveTV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好 请放着 我们合掌非常重要 这一只手代表正在受苦的众生 地狱到 鬼到 畜生到 人到 每个人都在受苦的阶段 如果你不吃饭 随时会生病 心中有烦恼 受苦 天道 虽然看得很快乐 但是呢 他天天都在变化 福报想完就直接堕落第一轨道 所以这一只手代表痛苦的众生 那如何帮助痛苦的众生呢 叫有佛菩萨的加持 这个五个手指头也代表五方佛 念一下 阿处如来 保身如来 毕如真那佛 阿弥陀佛 不空成就如来 当然代表所有的佛 但是为什么要合掌 为了要帮助受苦的众生 我们要念佛 紧紧的拉着佛 一放开 那这些众生就开始又痛苦了 所以一个佛弟子 他的责任就是如此 就像把电灯关掉 马上就黑暗了 所以你发电机要随时发电 所以我们一合掌 这就是佛教徒的意义 痛苦的众生 要得到佛的加持 就靠着我们 我们念佛 我们修行 他就可以离开痛苦 就像各位要想的说 我们爸爸妈妈正在得癌症 甚至我们过去的祖先 现在堕落恶鬼道 畜生道 所以就要我们这种 修行者 不分在家出家 这样在修功德 有的功德 就像开冷气一样 减低 他的痛苦 所以 这个世界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如果没有空气 马上大家都死掉 事实上我们这个生命很脆弱 很脆弱 要不要试试看 三分钟不要呼吸 你想都知道 只是你没有想过 没有太阳 没有空气 没有吃饭 没有爸爸妈妈 没有国家 没有社会 时时刻刻 我们生命都在危险 就像各位现在已经会 骑摩托车 被载 开车 被载 随时会车祸 所以我想 这个世间 佛陀说 这个世间是极苦世界 所以我们很喜欢念 阿弥陀佛叫极乐世界 因为这个世间 没有一寸土地是快乐的 先记住这一点 现在各位年轻 十几岁 正是很快乐的 我要化妆一下 我要骑骑流线型的摩托车 我要穿的比较流线型一些 因为这个时候 你不会想到痛苦 你只想到 我如何比别人漂亮 比别人会读书 比别人有钱 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想要凸显自己 我我我我 那事实上 佛教的智慧 禅 为什么出家人要出家 消灭这个我 从外表开始消灭 不让有自己 有爱漂亮的外表 李光头 每天穿个袈裟 不让自己有钱 不让自己有爱情 不让自己有地位 为什么要这样做 怎么这么呆 笨笨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能够留头发 能够漂亮 谈恋爱 唱歌跳舞多好啊 各位这个就是 有智慧跟没智慧 谈恋爱 唱歌跳舞 追求金钱 那是念下来 欲望的奴隶 释迦牟尼佛说了 有欲望 就会生死轮回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要晚上不吃饭 不能 不能玩手机 不能看唱歌跳舞 因为欲望 会让你受苦 所以佛陀讲一句话 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过 有欲望的百千万亿倍 所以各位现在开始痛苦了 为什么 有欲望 别人买衣服 我怎么没有 别人穿高跟鞋 别人拿智慧手机 别人交女朋友 交男朋友 别人家里很有钱 事实上 所有的痛苦 是你有这个我要 我要钱 我要得到别人爱 我要得到别人助你 生命的痛苦 就是这个我 释迦牟尼佛就讲这个道理 所以佛教里面 的修行分成两个 念下来 征服自我 关爱众生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改变了 修行佛法 什么叫法 改变 为什么叫修行 修正 你的思想行为 叫修行 要改变 如果你一直很 我很自私 那你永远生死轮回 因为 释迦牟尼佛说 所有的痛苦 生老病死 爱别的苦 痛苦的根源叫无名 什么叫无名 就是我 执着有一个我 要被尊敬 要被爱 要认为自己 被称赞 长得漂亮 帅 第一名 考上什么大学 考上什么博士 自己觉得很光荣 你一点点爱面子很光荣 那就是一个我的魔 在做怪 所以这个世界 很多人 男人在争成功 乃至用战争 用欺骗 用斗争 每个人都想要抢那个最高的 这个叫什么 离自己越来越远 迷失了 离你的佛性 亲近 亲近越来越远 就像各位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在乡下的乡下 在乡下有一对母子 妈妈跟女儿 两个相依为命 那这个小女生 慢慢慢慢长到了 18岁了 她妈妈跟她女儿说 不要离开家里 在我们乡村很安全 快乐 互相照顾 但她这个女儿说 我18岁了 我一辈子都住在乡下 我哪有前途 我想要去都市求发展 都市才能有机会 怎么样 她妈妈说 危险 外面很危险 前往不要去 但她这个女儿就想去 但妈妈就是不要她去 后来有一天晚上 女儿趁她妈妈睡觉的时候 把行李包好 包好 趁她妈妈睡觉 提着行李 丢两颗眼泪 妈妈 为了我的前途 我必须离开你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偷偷拿行李就跑出去了 等她到了都市以后 开始生活 生活了十年 离婚 被男人抛弃 事业失败 弄得伤痕累累 那个时候 过了十年了 我妈妈讲的没错 在她身边都快乐 结果呢 跑到都市来 弄得伤痕累累 这么痛苦 回家吧 她自己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 她想说十年没回来的 古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 对不对 她也不希望她妈妈找到她 结果她回到家里 她想说 以前她晚上要睡觉 她妈妈都锁两道门 锁好门才睡觉 所以她回到乡下 已经三更半夜 妈妈一定锁门了 哎呀 她就 等着明天上午吧 她就坐在门口 坐在门口 等着妈妈早上开门 结果她坐在门口太累 睡着了 身体往后痒 碰到门 门居然打开了 她吓坏了 我妈妈怎么没锁门呢 妈妈怎么发生什么事 赶快冲进去 一冲进去 看到她妈 躺在冰冰的地板 她以为她妈妈发生 妈妈妈 然后她妈醒过来 谁叫我 女儿啊 我女儿是女儿 我女儿回来 我女儿回来 十年了 然后她就问她妈妈说 你为什么睡在冰冰的地板 她说女儿啊 自从你十年前出去 妈妈就怕你回来啊 不敢锁门啊 在这边永远 天天晚上等你啊 哇 那个女儿就抱着妈妈哭啊 永远不再离开妈妈了 各位 我们就是那一个女儿 我们都不要妈妈了 不要佛性了 我们要去追求漂亮 有钱 出名 做董事长 做模特儿 每个人都离心外囚 所以佛要我们经常念佛 妈妈永远想儿子 想女儿 儿子不要爸爸妈妈 所以佛教为什么要打坐 打坐什么都放下 就呼吸 不要想男人 想女人 想第一名 想生病 不要想那些 你要回到你自己 回到你自己 平静 安全的地方 但是偏偏 世间的人 看报纸 看电视 看电影 大家要追求成功 出名 所以这个叫离心外囚 释迦牟尼佛放下世间所有的地位享受 他修苦心 想磨 这个磨 贪心 这个磨生气 能够降服心磨 他终于找到自己 所以我想各位 千万不要再往外求 简单的说 像各位女生 不要把快乐建立在爱情上面 不要把快乐建立在 特别男人 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地位金钱 如果你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给你 你比乞丐还可怜 所以很多 刚结婚了 三星半夜 还把老公叫起来 老公你爱我吗 打电话跟男朋友 你有想我吗 我想你干嘛 我念阿弥陀佛 但是每个人 都是如此 自己很脆弱 就像很多男人 名片拿出来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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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佛告诉我们 众生都有佛性 你要恢复你的佛性 什么时候可以佛性找到 打坐 第二个 慈悲 你去帮助孤儿 你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动物 你到医院帮助那些老人得癌症的人 慈悲可以找到自己 所以有一个女孩子 结婚了 结果结婚 跟她先生怀孕了 结果怀孕了 小孩子一年半 小孩子突然生病 发烧 死掉 先生没多久 做生意 开车 车祸 死掉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 就发疯了 跑到河边要自杀 要自杀 刚好碰到一个修行人 拉住他 你不要自杀 他说老和尚我儿子死了 先生又死了 我什么都没有 老和尚说 你什么时候结婚了 两年前 那你现在不是恢复两年前就好了吗 你本来就没有 各位 请问有是快乐 还是没有是快乐 你本来就没有 所以人就是这样 这个叫自找烦恼 自找烦恼 就像一个女孩子 当她爱一个男生 就像一只狗 把自己弄一个牵子 拉住我这个链子 不要把我放掉 做流浪狗 所以各位女孩子 不要做笨蛋 不要把快乐 交给别人说 你给我快乐 你爱我就给我快乐 交给老板 交给客户 你给我钱就给我快乐 交给社会 你给我做董事长 做会长我就快乐 这些人就是最可怜的人 佛陀怎么形容呢 他说 有一个人 他喝醉酒 他的朋友 知道他喝醉酒呢 怕他黄金珠宝掉了 就把他一颗最宝贵的宝石 给他缝 缝在衣服里面 然后这个人醒来以后 哇 没钱了 他就做乞丐 每天都做乞丐 后来碰到他朋友说 你怎么做乞丐 没钱啊 他朋友说 我把你的珠宝藏在衣服里 你都不知道啊 佛陀比喻什么 他说 每个人都有佛性 都有圆满快乐的 但是往外求 往外求你是最贫穷的 依赖别人是最苦的 所以各位跟我背一下 来 耐得起孤独 你首先要学这个 今天下午我们去四个孤儿院 孤儿 我跟那些孤儿说 这些才是孤儿 孤儿就是往外求 追求金钱 追求地位 所以各位呢 耐得起孤独 不依靠别人 不依靠金钱 不依靠感情 不依靠外表 你是最快乐的 曾经有个男生跑来找我 就都不笑 我说你怎么不笑啊 他说师父你看我怎么笑 我说我看你很好啊 我150公分呢怎么笑 我的同学都170 180 我150公分呢 我很痛苦耶 师父你不知道 我说这样好不好 你永远就站在二楼 不要下来 你最高 150 160 170 那5 6公分就害死你一辈子啊 但是人就是这样 心量大最高 心漂亮最美 这个脸 这个身体 会死的 不小心跌倒 骑摩托车摔了 你就毁容了 如果你把快乐定在外表 你注定判死刑 为什么 越来越老 越来越老 曾经有一个女基士 拿一张相片给我 他说师父这个相片好不好 我说不错 这谁啊 你女儿啊 没有啦 我年轻的时候 她已经老了 70岁了 还要拿那24岁的相片给我看 我24岁长得不错哦 可不可怜 然后你 我说那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跟他说 你看我们和尚越老啊 越是宝 世间人越老啊 可怜啊 说到老人院啊 为什么和尚越老是宝 一辈子在修行 修行越久的人 他内心越快乐 越慈悲 越有智慧 所以是宝啊 所以我今天 必须跟各位 讲一些比较严肃的佛法 因为跟昨天不一样 昨天是小朋友 我本来想讲故事 讲笑话 但是各位 现在开始 进入青年了 青少年青年 开始有欲望了 女人开始有越视了 男人开始偷看A片了 甚至看到路边 有人在抽烟 我也要抽一根 看到人家穿高跟鞋 我也要去买一双 哪怕脚断掉 为什么 开始心中的魔做怪了 人家模特儿啊 人家是影歌星啊 所以我也要把头发 弄得怪怪的 因为我要 我要青春一下 我要浪漫一下 我要学跳舞 跳舞 弯来弯去 跳舞 来显现我的身材 我要卡拉OK 唱歌 希望很会唱情歌 各位 这个就是你心中的烦恼 魔做怪了 你开始觉得很寂寞 想要找朋友 那这个就是 你虽然肉体长大了 结果心灵没长大 你的内心开始有欲望了 脆弱了 会发脾气了 这叫叛逆 叛逆起立 所以我们西游记啊 西游记有三个主角 各位知道 大主角是唐山藏 猪八戒 稍物净 孙悟空 什么叫猪八戒知道吗 我们的身体叫猪八戒 我们的身体就是那只猪啊 好色 懒惰 爱睡觉 所以佛陀说 你身体要守八观灾戒 知道吗 八观灾戒 稍物净就是嘴巴 这个嘴巴 稍物净都会骂人 不笑的 脸黑黑的 大胡子 代表生气 猪八戒代表贪心 那我们的心呢 就是那只猴子 叫孙悟空 所以唐山藏 要把孙悟空带 在颈酸 不要作怪 对不对 孙悟空作怪 唐山藏这个念经念经 他就头痛 然后呢 希望我们这只猴子啊 要悟到空 佛教里面 各位念心经 空空 金刚经讲空 因为我们是有 我们世间有 我有男朋友 我有女朋友 我长得漂亮 我有钱 这个有就是猴子作怪 所以佛陀要我们悟空 悟空 要了解 没有放下才是快乐 所以佛教用莲花 不会污染 水滴不上来 脏东西也不会连在花上面 那你就快乐了 所以为了要找到生命的真理 到印度取经 唐山藏 玄奘法师 八十一种灾难 磨难 从长安 走路 骑马 到印度取经 回来 这什么意思 生命 我们的生命 就是唐山藏 我们要找到生命的真理 我们生命才可以 离苦得乐 所以我很羡慕各位 读的学校 大华佛经学校 佛经学校 以后人家问你 你读什么佛经 我不知道 佛经学校 不知道佛经 是什么 请问你 那言经讲什么 我没听过这名字 所以各位 但是至少你有福报 你可以读佛经学校 这两个字 你要负责任 那佛经 释迦牟尼佛 讲法四十五年 玄奘法师 种种苦难 从印度取回来的 就是佛经 有这个佛经 在缅甸 他把巴黎文的佛经 刻成一片一片的 对不对 永远保留那个国王 那我们中国人 把佛经刻成木板 哇 大藏经永远要摆 要看 因为有的佛经 就像医学课本一样 这个人得癌症 这个人肚子痛 拿什么药给他吃 记住 佛经 就是帮助人 帮助所有生命 离开痛苦 得到解脱 成佛的方法 叫佛经 太重要了 所以唐三藏 他去取经的时候 一开始 国王 我们那个时候 他是从中国逃出来的 那是到了 其他国家的小国王 看到出家人 这么庄严 要取经 供养他马 供养他很多人 帮他抬东西 结果唐三藏经过一个地方 看到有一个老出家人生病 躺在那边 他就赶快下马 去帮助那个出家人 结果出家人病很久 那玄奘法师 那我现在不能取经了 先照顾他 那旁边的人就很生气 国王派我们保护你 赶快去印度取经 你去照顾那些老出家人 不要管他 取经更重要了 取经可以利益众生 国王才会给你这么多 马钱 我们派我们 你去照顾老出家人干嘛 玄奘法师说 不行啊 我取经的目的就是要度众生 眼前有一个生病的出家人 我不照顾他 那违背我的誓愿 各位这很重要 结果那些人都跑掉了 现在玄奘法师 但是他照顾那个 生病的出家人三个月 这个出家人就跟玄奘法师说 我知道你要去印度取经 这个过程很痛苦的 后面不要闪光 这个过程有很多灾难 我现在念一课 不热心经给你 你把它背下来 碰到任何灾难苦难魔鬼 你赶快念就可以想 那个时候是梵文 玄奘法师还不会梵文 他只是背下来 就像各位在念 前面的都是梵文 好了 然后玄奘法师 就终于背下来 因为出家人生病好了 结果他走到一半 碰到有一些土人 古时候的土人 如果要造一个桥 他就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白白胖胖的小孩子 来祭和神 他那个桥才造得起来 古时候土人这样 结果他们准备杀一个小孩的时候 哎呀 玄奘法师看到小孩 可不要杀他 他们用火要烧他 结果那些人说 不要烧他 哇 你哪里来了 皮肤那么白啊 玄奘法师很庄严嘛 所以 那这样好了 你既然要救他 那我们杀你 就把玄奘法师抓起来 绑起来 要放火烧啊 那个时候玄奘法师 哎 随缘吧 但是他就跟这些土人说 我 至少给我五分钟吧 要死之前 那个生病的老和尚 叫我念念经吧 你们让我念完经 你们再放火烧我吧 结果玄奘法师就开始念 波罗波罗密多西 你一念 大风大雨 鬼哭神嚎啊 那些土人吓坏了 统统跑掉 那个绳子自动断掉 所以各位 我讲这一段 很重要 玄奘法师 为了照顾生病的出家人 才可以得到心经 事实上那个 生病的出家人是谁 观世音菩萨 为了帮助玄奘法师 故意示现神生病的 让他照顾 哎 知道玄奘法师真正的慈悲 所以把心经传说给他 这一点很重要 你舍弃一个可怜的众生 你就舍弃你自己的幸福 今天在路边有一个人被摩托车撞到了 在流血 你赶快救他 甚至别人可能误会你撞的 但是各位 因为这样你的儿子就不用被撞死 因为这样你就超越一个 本来被撞死的车祸 那什么 帮助苦难 才是消除自己 业障最快的方法 所以玄奘法师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变成身体健康 而且呢 能够得到心经 所以他每次碰到各种苦难 就念这个心经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多背心经 佛经学校啊 至少会背心经啊 两百六十个字啊 那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以后 到了中国长安 那个时候换成唐太宗做皇帝 唐太宗晚年要死的时候 生病了 病得很厉害 那玄奘法师呢 感恩皇帝护持佛教 特别跑到他的病床前面 翻译 心经是在那个时候翻译出来的 翻译把梵文翻成中文 唐太宗已经生病不能念了 但是呢 唐太那个玄奘法师翻译好以后 就拿给皇帝看 皇帝我念一遍给你听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生般若 念念念 唐太宗整个身体的病 没有了 不但没有了 就这样 往生净土 所以各位这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碰到最大的苦难 最痛苦 超度 每一个修行人都会念波罗心经 为什么 因为佛陀讲了 经典可以降魔 经典可以超越所有痛苦 那各位读佛经学校 那你跟佛经一定有缘吗 那各位一定要 多找机会 看佛经 有深的 有浅的 但是各位读中文学校 太重要了 因为所有的佛经 像巴黎文的经典 我们都翻成中文了 像西藏人的 我们也翻成 密宗也翻成中文了 所以中国的经典 包含了所有的佛陀的教法 那各位你懂了中文 而且希望你把中文研究深一点 不要太肤浅 现在很多年轻人 我看各位不会 在台湾 不会写字啊 为什么 他每天玩电脑 他不会写字啊 你叫他写个难过 他想要老半天 写不出来 因为他玩电脑玩习惯 字会跳出来 变成不会写字了 那以后他就看不懂经典了 那看不懂经典以后 那这下 世界就苦难就来了 跟我背一句话 佛法为救世之光 释迦牟尼佛把佛法留在这个人间 就是为了救世界 救众生的 所以缅甸的国王 想尽办法 要把佛经磕在石头上 对不对 在曼德勒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皇帝祖师 要把佛经磕在石头上 磕在木板上 永远传留百千万年 因为世间人 科技在进步 再多前 生老病死永远 这个世界已经科学很进步了 生病的人越来越多 癌症的人越来越多 自杀的越来越多 精神病的人越来越多 物质发展 只是满足欲望 欲望就像吃冰一样 越吃越饥渴 就像抽烟 就像喝酒一样 永远不能满足 所以什么叫六道里面 什么叫人道 贪欲永不停止 叫人道 特别我们华人 华人 各位要学学缅甸 学学泰国人 有就好了 所以各位要学学 能够出生在缅甸 代表各位跟佛教很有缘 很有缘 而且缅甸到处都是出家人 出家人放下一切 过午不时 打坐 被经典禅定 很快乐 为什么 不用再被污染了 不用再去追求那些 金钱 欲望 爱情 儿子 女儿 孙子 地位 就像各位做女生 请问 爱漂亮快乐 还是超越漂亮快乐 有欲望快乐 还是没欲望快乐 爱抽烟的人快乐 还是不需要抽烟的人快乐 你想都知道 不需要抽烟的人 当然快乐 所以我讲一个 很难听的故事 不过你还是要听 大乘佛教的主师 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到龙宫 把华严经取出来 大般若经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 不可思议 那龙树菩萨讲经的时候 几千人在听 几千人在听 那有一天 龙树菩萨在讲经 她的妹妹 哇 这么几千人在听 我哥哥讲经 她那一天就穿得很漂亮 很性感 因为她胸部很大 她就从后面走出来 大家都在听经 这位美女啊 就从后面走 大家就看她 哦哦哦 这样 哦哦哦 美女哦 胸部很大哦 那龙树菩萨怎么讲 可怜的妹妹啊 你前面那两块肉干嘛 你靠你在前面那两块肉 那吸引破坏男人啊 妹妹丢脸啊 跑掉了 所以各位 我跟各位讲 一个女人 如果很喜欢自己胸部很大 让别人看 你知道下辈子投胎做什么 知道吗 乳牛 可怜吧 你好好大吧 所以为什么进大殿不能穿脱鞋 穿鞋子进去 你进大殿穿鞋子进去 来世做什么 做牛做马 一辈子穿高跟鞋 扣扣扣扣扣 一切佛教都有道理的 所以 有时候各位你要开悟啊 哦 所以有一天 我到台湾的一个学校演讲 有一个女生到我面前来 脸长得不错 跟我问讯 然后她说 师父我心情不好 我说你为什么呢 她说别人都笑我 像男人 我一看不会啊 你长得很漂亮啊 原来 她没胸部啊 我说太好了 你来出家吧 任何男人看到你 都不会起心动恋 你功德无量啊 你发愿头 所以各位 思想 佛法的修行 是你思想改变了 你就快乐了 像我们两三天就要离一次头发 我每次在发愿 哎呀 人家那个秃头多好啊 不用离头发 最好早一点头都秃掉 还发亮呢 还不用离 但是世界人不一样 就那几根毛在作怪 还有那个男人 把后面的毛拉到前面来 免得人家知道她秃头 各位可不可怜 谁看你秃头呢 那是一个自卑的人 每天就在那边做怪 为什么 我生命这个 我不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不清静的 会变化的 会老 会病 会死的 真正的我是我们的慈悲心 佛陀讲了 心 禅定的心才是你的生命 千万不要把生命的快乐 我有双眼皮哦 你眼睛再漂亮 都没有那只狗漂亮 这边还有牛 牛都比你还漂亮 有些男生呢 看到女人就多看两眼 奇怪 你看到母狗 怎么不多看两眼啊 母狗总是比重 不会发飙 不会生气 因为人有分别 我是人 我看到男人才有兴趣 我看到女人 我看到狗没兴趣 这个叫分别心 所以 这一点 各位如果你没有超越 那你一天再来活在 人的比较的世界里面 狗也是众生 蚂蚁也是众生 鱼也是众生 神也是众生 佛是觉悟的众生 佛也是众生之一 我们叫死法界众生 佛的法界 菩萨 生文 圆觉 天 人 阿修罗 动物 鬼 地狱 叫死法界众生 那六法界的众生 是苦的 天 人 阿修罗 动物 鬼 地狱 他们是苦的 所以叫六道轮回众生 这四个圣的法界是离苦的 阿罗汉 言觉 发菩提心的菩萨 观音菩萨 就已经成佛了 这个叫四圣法界 这个叫六凡法界 那我们人呢 人就在六凡法界 那既然我们是在一个苦的六凡法界 结果你忘了 忘了 忘了生命的意义 每天在追求 第一名 漂亮 一百八十公分 腿比较长一点 如果我腿比较长 白 我就要穿裤子短 男人 多看我 你下辈准备做鸵鸟 腿够长了吧 执着什么 你就变什么 记住这句话 有些人我希望鼻子鼻子尖一点 好吧 下辈子让你做马 够尖了吧 你的心态造成你的命运 所以各位 有眼睛可以看佛经 有眼睛可以看书 有眼睛可以看哪里需要帮忙 这就是最漂亮的眼睛 有嘴巴可以念佛 可以问爸爸妈妈好 可以用嘴巴帮助别人 那就是最漂亮的嘴巴 这个观念要改 如果观念不改 就是愚痴 我们回家讲贪 撑 吃 吃就是不了解 比漂亮的 比身材的 然后以这个愚痴去贪 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叫撑 我条件比较好 骄傲 我条件不好 嫉妒 这个叫贪 撑 吃 慢 嫉妒 所有生命的痛苦来自于五毒烦恼 所以你要把这个五毒烦恼消除 不然你生命永远在苦 生命之毒不在外面 贪 撑 吃 煽 毒 是生命最毒的 伤害我们几百辈子了 各位 离开十年 苦海无边 你要回到妈妈的身边 再听我讲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乡下的女孩子 家里很穷 但是她发誓 我要环游世界 她家里很穷 那怎么办 她长得还有一点漂亮 就去陪男人睡觉 拐那些有钱的男人 骗了钱以后 有了钱就开始 买漂亮的衣服 坐飞机环游世界 她认为这个是快乐 后来经过十几年 有一天 她的朋友看到她变了 她竟然在一个公园里面 照顾几个孤儿 都没化妆 她朋友就问她 你不是要追求环游世界吗 你以前很虚荣 不择手段 她说 我以前错了 把快乐建立在欲望 虚荣 我伤害了多少人 我现在真正快乐 我照顾这个孤儿 我找到自己了 我们的妈妈就是这样 妈妈怀孕我们的时候 都忘了化妆了 只要你健康快乐就好了 妈妈的肚子 是你大小便的地方 妈妈永远把干了给你 然后湿的盖在身上 妈妈为了怀孕你 她什么都可以不要 只要你健康 所以 我们学佛的人就是 有这个体悟 往外求是痛苦 虚荣的 我们去照顾孤儿 我们去照顾流浪狗 我们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想 我经常到医院看别人 最美的就是 那个穿的白白衣服的护士 护士没有人在化妆了 穿个白衣服 在帮人家打针啊 擦身体啊 轻大小便啊 那个时候她最美 所以我想 佛教叫三合一的宗教 那三个 念一下 信仰 智慧 慈悲 这三个合起来叫佛教 现在我看大部分人都有信仰 看到佛会拜拜 会拜拜 会顶礼 会供花 会供水 这个叫信仰 但是信仰不能解脱 但是必须由信仰 进入智慧 智慧就是什么 念一下 了解真相 像我刚刚讲了 那个就是真实的面貌 叫真相 不是我讲不好听的话 我现在看到一个人很有钱 我就很可怜他 惨了 这个人呢 又要去风花雪月了 男人有钱就是搞小山啊 不然就要用钱买做会长啊 我现在看到女人很漂亮 我就摇头 可怜啊 他不知道堕胎几个啊 他不知道跟几个男人交往过啊 他以这个漂亮做武器啊 可怜啊 最后呢 他叫堕落鬼道 各位 一个男人犯邪淫 如果死了啊 他死的时候啊 他就会 中阴森 死了那时候 看到很多美女来找他 然后他就去抱他 结果一抱的时候 那个美女变成一个热热的铜柱 发烫 一抱全身烧焦啊 死得又生生女 一个男人好色的时候 一死就看到美女 一抱就下地狱 一个女人呢 一个女人如果死的时候 他就会 进到一个很美的地方 好像很多花 好像很多帅哥 结果一摸 全部变成最毒的毒蛇 几百只毒蛇咬他身体 每一个地方 所以各位 如果你很执着你的外表了 请你记住 佛陀讲了 眼睛有眼死 鼻子有鼻死 耳朵有耳死 全身流出来都是臭的大便的 这个 这个外表只是一层皮 里面都是血肉骨头大便 血浆 好好去想这个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在这一层皮里面 在那边做怪 我十八岁 我十八岁 这个是一个最肤浅的 最愚痴的 最无名的 最可怜的 我讲这个很多女生 瞪我两眼 你讲什么 但是各位 佛陀讲这是真相 因为各位已经有信仰 不像一般 一般我到别的学校演讲 我不会讲那么深 先讲的是 你能够 阿弥陀佛就很厉害了 因为他没有信仰 他根本不了解念阿弥陀佛 念释迦牟尼佛 有什么功德 所以必须先讲那个 但是各位已经有信仰 第二个你要追求智慧 什么叫智慧 不是看很多经叫智慧 再念一次 来 看到真实的面貌 好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结婚到底是快乐 还是痛苦 有爱情 到底是快乐 还是痛苦 你会讲痛苦 那干嘛你还要去爱呢 不行啦 换一个就不痛 明明是痛苦 当你没有爱情的时候 多自由多自在 当你不爱漂亮的时候 不重视外表的时候 穿个短裤 脸晒得黑黑的 还发光 最美最健康 现在还差那个 差老半天 那现在爱漂亮 是快乐还痛苦 痛苦 有爱情 请问情是何物 死去活来 所以 你还没有跌入苦海的 千万不要掉下去 很苦 我现在跟你讲清楚 还没有谈恋爱的 千万不要谈恋爱 保证你很痛苦 佛陀说的 因为你相信佛陀 你有信仰 佛陀讲的方法 你要相信 要有智慧 那什么叫慈悲 信仰 智慧 慈悲 像我把这个道理 告诉你 不怕你骂我 这就是慈悲 所以我有一个同学 精神忧郁症 他为什么 他女儿很漂亮 他每天就说完蛋了 我女儿那么漂亮 如果被男人抓去睡觉 怎么办 他会这样 精神忧郁 我就跟他讲 你想这个 你年轻 害了多少女人 现在生一个女儿 你就怕死 所以各位 女人 长得漂亮 是快乐吗 是幸福吗 如果是 活头就不要我们李光头 知道吧 在泰国 连眉毛都刮掉 让你要毁容 这样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 有信仰要有智慧 什么叫智慧 再拧一次 来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首先 你要相信因果 你要有钱 不是努力赚钱 不是用老金就有钱 来 不失就有钱 我常这样讲 这杯水是汽油 另外一个是水 如果你不不失 这个水再怎么努力 都不会变火 但是你经常不失 变成汽油 随便沾个火 随便找个工作 就发了 有钱的人赚钱很容易 没仆报的人 一天换三个工作 也没钱赚 所以 你第一个 你要有钱吗 那你要不失钱 供养三宝 照佛像贴金 帮助贫穷人 念一下 舍一得万 佛陀讲了 地藏经讲了 布施一块 以慈悲心布施一块钱 就种下你赚十万块的因 这很简单 所以佛教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乞丐 刚好人家寺庙办法会 很多大功德主 出很多钱 那这个乞丐 身上只有两毛钱 身上又脏脏了 她是女生 但是她想说 人家这么有钱 一定很会布施 我做乞丐一定不会布施 所以 我一定要布施 哪怕只有两毛钱 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跑过去 把她两毛钱 丢在功德乡 丢在功德乡 然后就没钱了 然后法会圆满了 大家说 老和尚 功德主是谁啊 老和尚就 功德主就是那位乞丐 大家都 结果这个乞丐听 赶快跑掉 自己很惭愧 怎么说我是功德主 才布施两毛钱 结果肚子饿 没地方去 她就跑到一个树下 睡觉 因为她没钱了 也不能买东西 结果她在睡觉的时候 很奇怪 太阳 本来可以晒到她 她的上面 永远有一块云 挡住太阳 不让太阳晒到她 那个时候 那个国家 刚好年轻的国王 太太生病死了 很伤心 大臣老百姓 国王啊 你赶快再娶太太啊 这样国家才不会乱啊 才会生太子啊 国王说我不想娶啊 你们去帮我找吧 我没心情 那个时候 全部大臣出来找 全国哪一个女人 最有道德 把她找来 交给国王做太太 结果找了全国这么多女人 漂亮得多 就是看到那个乞丐 哇 这个最厉害 太阳那么大 她永远晒不到她 她一定是最有道德了 就把她叫起来啊 然后带去洗澡啊 换衣服啊 化妆啊 这样 然后就 嫁给了国王 变成皇后 麻雀变凤凰 为什么 因为她 做乞丐 最痛苦的时候 不失两毛钱 所以她功德最大 有钱人不失 不见得 功德大 因为你钱多的是 所以各位 这佛亲讲 难行能行 所以 第一个智慧 各位就是 念下来 相信因果 刚刚讲的 你希望长得高一点 多拜佛 多谦虚 那你就会高一点 你希望皮肤白一点 多点灯 多点灯 让佛像亮起来 你希望皮肤美一点 没事就拿扫帚来扫走廊 扫大殿 最好扫到观音室 佛亲说 你扫大殿 一手掌大的功德 超过于扫地球 每一个角落的功德 有佛塔 有佛像的地方 你去扫一下 扫整个地球功德 所以 这个是世间的因果 但是它不是永恒的 它是暂时的 你需要有钱 越穷的人 越要布施 布施 不要跟人家比多少 默默地做 像我们 我经常走到哪里 没钱我会布施水 念大悲咒 甘露水 走到哪里 撒甘露 那个地方净化 人类也得到健康 孤魂也鬼超度 这样 观音菩萨 甘露水 很简单 还有一种方法 念下来 水洗功德 就是说 别人布施花 布施什么 盖佛塔 盖佛塔 出钱 大华 佛经学校 你看到墙壁上 有写个字 某某功德组 你马上合掌 萨读萨读 水洗 水洗 那你就得到这个功德 所以佛经说 有人点灯 供佛塔 你合掌 得到十六种功德 水洗 功德是用心 所以各位听我讲一个 你们常听的故事 有一个国王 他请了一千多个出家人 包括佛陀阿罗汉 供灾 供灾 七天七夜 结果呢 供完灾以后 那国王就会等 今天的功德主是谁 国王就会站起来 结果佛陀都没有念他的名字 佛陀另一个 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这国王很纳闷 明明 七天七月都我不思了 怎么念一个我不认识呢 国王不敢讲 到了第二天 佛陀又念那个女人的名字 国王就不是滋味了 他就问宰相 佛陀念的名字是谁啊 宰相说 我昨天去查了 后面有一个乞丐 国王你在布施的时候啊 剩下一点饭菜就给那些乞丐 那那个乞丐啊 拿到那个饭菜 而且很高兴 在那边念念念念 可能念随喜吧 所以他功德最大 哇 那国王说 你去处理一下 结果到了第三天 那个宰相很聪明 当那个饭要给乞丐的时候 他就把他抢过来 打他一顿 这样 不让这个乞丐吃到饭 这个乞丐就生气了 一生气他就不随喜了 结果第三天 功德诸是谁 换国王了 那佛陀就讲这个故事 功德不是你出很多钱 像那个乞丐 有感恩的心 随喜国王的功德 随喜佛陀 所以他功德最大 国王以傲慢心 想要抢功德 所以他功德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想各位在缅甸 太好了 到处都有佛塔 像我每次坐在车上 我就一直合掌 因为到处都是佛塔 司机又一直看我 你干嘛一直合掌 因为有佛塔 各位来 手拿出来 看你有没有常合掌 你手弄这样 如果你合起来 前面直直的都没有缝 手很直 代表你这个人常拜佛 而且不杀身 手指头长长细细好看 有没有看过佛头的手 漂不漂亮 如果你这个人都不喜欢拜佛合掌 你每一只手都短短了 短短粗粗粗的 连指甲都快 没有了 矮矮胖胖的手 手再拿出来 摸摸头 你头有没有尖尖的 头尖尖的代表常常拜佛 头扁扁的 就很骄傲 都不拜佛的 所以每一个佛都是头尖尖的 头永远尖尖叫无见顶向 顺便来看看手背 摸摸这边 有没有骨头很多 如果你摸手背 摸到骨头 而且有血筋 代表你这个人会做小偷 爱赌博 做会计 保证贪污 释迦摩尼佛的手 看不到骨头 看不到血筋 柔软了 叫兜率棉手 以后要请会计 看看他的手 这个不行 不能用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细细的还粗粗的 好在你细细的 粗粗的代表好色 你牵你男朋友 哇 算了 换一个人吧 佛陀的身上没有毛的 没有毛的 他那个毛要用显微镜看 佛陀不用烫头发了 每一个都自然卷的 卷右边 你的头发有没有卷 有卷代表聪明 没有卷代表个性刚烈 有些人头发是这样子 卷还分两种 右边的还是左边的 如果你是右边的 代表你这个人有善根 很会听佛经 左边的你这个人很聪明 但是小聪明好辩论 不信佛的 手再拿出来摸摸手心 热的还是冰的 如果你到了冬天还是热的 代表你这个人很孝顺爸爸妈妈 很慈悲 救小动物 手心永远红红热热的 释迦牟尼佛的手心永远跟脚 永远是粉红色的 所以各位 第一个智慧 相信英国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在这一点 希望同学一定要守五戒 每天都要念五戒 念一下 不杀生 得长寿健康 没有敌人 记住哦 如果你杀一只鱼 杀一只狗 它来世都会找你报仇 如果那只狗死了 马上会找你报仇 把你的小孩子 在你胎里面就咬死 生出来弄它病死 这是真的哦 狗有记忆性 毒蛇 猫 有记忆性 这些有记忆性的动物 你去伤害它 保证找你报仇 所以绝对不能杀生 一只蚂蚁也不行 小沙咪救蚂蚁 本来七天要死的小沙咪 救了一百多只蚂蚁 严寿变成九十六岁 连蚂蚁你走路都要小心 不要故意踩死 第二条 不偷盗 多布施 富贵有钱 广结善缘 各位你现在开始做 因为你开始做以后 你去找工作会碰到好老板 做生意碰到好客户 因为你有布施的习惯 你就很容易赚钱广结善缘 要相信因果 第三条 不邪淫 感情快乐 家庭圆满 现在的人乱了 所以很多同性恋 双性恋 人妖 为什么 乱搞男女关系 今天一个男生很帅 到处交女朋友 把他甩了 睡完觉把他甩了 没事反正没人知道 那你生出来的小孩很可怜 你下辈子也很可怜 所以各位 做女人跟做男人 做女孩子是一种业障 偏偏现世间的女生很奇怪 你为什么 男传佛教 女孩子不能受比丘戒啊 只能做八戒女啊 守九戒啊 因为佛陀知道 做女人身体就是一个业障 女人就是因为过去欲望很强 那个也要 那个也要 连指甲都要擦红红的 把黄金的也要套在脚上 套在脖子上 套在鼻子上 女人欲望很强 欲望很强了 投胎做女人 对